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就是淘寶購物的穿後 那今天的件數應該是不會太多 就大概是我這一兩個月來 陸陸續續在上面買的一些 衣服跟配件類的東西 那我希望今天的影片時間不要太長 馬上來分享第一件 第一件就我身上這件 它是一件黑白條紋的上衣 再看這件好像沒什麼對不對 但是你看它是一件黑白條紋的上衣 你看這袖子超可愛的 我超喜歡這個袖子就是那個開叉的小寬袖 然後它是有點七分袖的設計 那這一件呢 除了它這個開叉的袖子之外呢 我最喜歡它的是它的那個質料 它的質料是有點厚綿 但是它的厚並不會厚到說 在夏天會穿不住的那種厚 所以我覺得我還蠻喜歡它 就是你可能穿到大概到秋天或是春天 有點涼涼的天氣穿它都可以 那這件穿起來它是有點微微寬鬆的白天 再加上它開叉袖子的設計 就是讓喬文上衣也可以稍微擺脫休閒感 反正多了一點設計感的感覺 那它這件買了它其實這個 它還有附這個領子 你看它的配色是一樣的 這個領子是 它這邊有一個扣環 我打開給你們看 它這邊有一個扣環 它送來的時候是大概是像這樣 簡單是這個樣子 那就看你說你自己要不要再多繞個兩圈 把那個金屬的扣環給擋住 我把它塞進去一下 就是可以自己再稍微繞一下 讓那個領結的感覺比較立體一點點 那這件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歡 就是它黑白條紋的其實還蠻好搭配 就是你搭配一些寬褲啦 還是白色的小短褲 我覺得它都非常的清新可愛 這件我真的超喜歡 我會把連結放在那個影片底下說明 應該還記得那個影片底下說明怎麼打開吧 就是點開那個標題旁邊的三角形 就是如果你是用手機版的話 就是點開標題旁邊那個小三角形 就可以看到底下那些連結囉 那這件就是第一件 那再來第二件呢 這件是這一件 它是一件看起來像睡衣 但是不是睡衣的襯衫 因為今天真的就是比較有睡衣蜂 所以有各種真的睡衣 還有這種假的睡衣 這件就是假的睡衣 看起來像睡衣的睡衣襯衫 那我那時候會想要買這件就是 我其實找蠻久的 就是我不希望它的質料太過於滑滑亮亮 那這樣就會真的很像睡衣 那這件我覺得它的布料還蠻好的 我們看看 它其實不會有很明顯那種滑滑亮亮的光 它有點像厚的 怎麼講 雪紡嗎 有點像雪紡 但是它摸起來又比雪紡還要再軟 再稍微有點厚度 所以它的質感不會 它的布料質感不會很像睡衣 那我覺得它最特別的地方還有這個地方 它的袖子也是做這種開擦的小寬袖 就是像我現在身上這件一樣 我真的很喜歡這種小寬袖 它這個小寬袖穿起來就是 袖子稍微會有一點造型 就不會感覺它好像真的是一件睡衣 那我覺得你要把這種睡衣 穿的不會讓人家感覺它有睡衣感 就是你可以利用一個 跟睡衣的風格完全不一樣東西去 怎麼講衝突它還是怎麼樣 就是不要整套都感覺懶懶的 那這樣就會覺得真的很像睡衣 就是你可以搭一件 比如說和聲的牛仔褲 然後再搭一雙很帥很帥的樂服鞋 之類的去把那個睡衣的慵懶感給綜合 這樣子就不會讓人家覺得 你怎麼穿一整套睡衣出來的感覺 所以就是如果你最近有要買這種睡衣式的襯衫 你也可以就是嘗試看看這樣子的搭配 這件的布料我剛剛有說 它是有點像雪紡 它不是真的那種滑滑的布料 所以它穿起來其實不會太過的悶熱 所以我覺得它整體而言 質感我還蠻喜歡的 尤其是這個小寬袖 就是讓睡衣的襯衫也有點 多了一份設計感的感覺 第三件也是一件襯衫 它是這一件襯衫 你看看就知道它是那種半透明的雪紡紗襯衫 那它近看的話呢 其實是會有一點點實條紋的設計 但是它有一點點彈性 那這種沙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它 它有點像雪紡 然後它最特別的地方是它沒有領子 所以它穿起來會稍微有一點慵懶的感覺 它不會像那種有領子的白襯衫 看起來那麼的正式 它會有一點多了 不知道該怎麼形容它 應該說是女人味的感覺 我覺得它就是有點慵懶的感覺 然後會有似似的 那像這種就是有點半透明的白色襯衫 我會建議你們在裡面就是內搭那種白色的bra top 就是有罩杯的那種背型就好 這樣你就不用擔心說內衣的肩帶如果露出來不好看之類的 那這一件呢 它的布料我覺得它的布料也還蠻好 雖然說這種沙感覺乍看之下 好像會覺得它會有點粗粗的 可是我覺得我還蠻幸運的 我這次買到這一件它的質感我覺得還蠻好的 它並不會很粗喔 它給皮膚的感覺並不會說很卡的那種感覺 它還是算是有點滑滑的那種雪紡 所以我還蠻喜歡的 那它穿起來的話呢我覺得它就是有一點小小的正式感 所以你可以搭配一件 比如說什麼花花的仔裙啊 或者是有圖騰的西裝短褲都非常好看 那如果說你要穿出那種很幹練的感覺 你就可以搭配 來一個就是全白的 比如說下面搭配一個全白的西裝褲之類的 那我覺得感覺會非常非常的濕嗎 那這件的質感我覺得還蠻好 因為我覺得市面上白襯衫很多 但白襯衫大多是那種雪紡或是黏麻比較多 那像這種半透明的 然後又多了一點不一樣的設計在上面的白襯衫 我覺得還蠻好像比較少一點 所以我還蠻喜歡這一件的 那這一件就是第三件 那再來的話呢先來分享一件褲子好了 這件褲子 它是一件深藍跟白色交錯的 算是葉子圖案的 有點西裝短褲的版型 但是它的布料不是西裝褲那種布料 然後也不是太空棉那種布料 它是有點偏 你們看 它是有點偏綿麻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的布料 我覺得沒有我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喜歡 就是我覺得它如果是那種 厚雪紡還是厚西裝褲的布料 感覺質感會更好一點點 但是它的版型整體而言穿起來也是蠻好看的 它是有點小A字的設計 所以它穿起來其實還蠻就是 就是屁股跟大腿的線條 就會讓大腿有點稍微再更細一點的錯覺 那這件的尺寸呢我買的是M號 但我那時候收到之後 我覺得它M號對我來說有點大 所以我有先把側藥這邊先縫起來 但想說可能改天可以拿去改 那種花紋的短褲 我覺得在夏天其實算是還蠻實大 就有時候 因為夏天很熱嘛 就是比較不喜歡層層疊疊太多層穿搭的時候 你就可以挑一件這種有花色的 不管是裙子還是褲子 然後下面簡單搭個素T啊 黑色啊白色其實都可以 就是因為褲子它本身已經還蠻有重點了嘛 所以就是其他東西就是簡單就好 那這樣子你整體看起來也不會感覺好像太過輕便或是什麼 因為褲子它就是還蠻有亮點的 再來的話是這一件 它是一件格紋襯衫 那我喜歡這件格紋襯衫的地方是 它的布料 看 看這裡 它的布料是很輕薄的布料 所以夏天拿來遮陽用 還是增加一點造型 都不會覺得太過厚重或是悶熱 那這件它是屬於長版的版型 我穿起來大概到我的膝蓋左右 所以這種格紋襯衫就是想要搭什麼都可以 就是你只要簡單裡面搭個 比如說短版的T恤 然後再搭配一個高優的牛仔短褲 那外面只要照上這種格紋的長版襯衫 其實就可以穿出 就是讓休閒的穿到感覺又多了一點氣勢的感覺 那這件我最喜歡的地方就是它的布料 因為它很輕薄我剛剛說嘛 布料還蠻舒服的 所以就是有時候可能去 百貨公司還是待在人氣房幹嘛 它拿來浴航我覺得都還不錯 也不會太過厚重的感覺 我非常非常喜歡它的配色 我覺得非常的好搭 我很喜歡就是黑白灰的東西 因為隨便搭什麼都可以 好那這是第四件 那再來的話 那再來就是這一件 它是一件黑白直條紋的寬褲 然後這一件的質料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舒服 它給你們看 你看它裡面是這樣子 它摸起來超級滑的 就是你皮膚碰到時候真的很舒服 就是你夏天如果在家裡穿著它睡覺 你也不會覺得就是身上不舒服的感覺 那因為夏天是你穿牛仔褲 你會覺得太悶熱穿不住 然後如果你有時候穿短褲 你會覺得要擦防曬很麻煩 那這時候我就會選擇這種 就是質料很舒服的寬褲 那這一件寬褲呢 它其實 因為它的花紋是黑白直條紋的花紋 所以它雖然說是寬褲 然後它的質料也是偏比較舒服 但是它穿起來不會太過的休閒 就是它也可以穿出比較正式感的感覺 那這一件的部分 它有分深藍色跟黑色 那我買的是黑色的 再讓你們進看一下 它腰間這邊是鬆緊的 所以我覺得它比較不會挑身材穿 而且它還有口袋 你們看 這邊還有口袋 我覺得有口袋褲子就是挺身 因為很多寬褲都沒有做口袋 然後這一件 它的布料已經那麼薄那麼舒服 它還是做有口袋 所以我還蠻喜歡這件寬褲的 好 那這就是寬褲的部分 再來呢 快分享紋了耶 再來是這一件 它是一件 就是基本款的條紋身材 我又買條紋了 你看我一直在撞衫 自己跟自己撞衫 這件黑白條紋的T恤 它是跟這件的布料是完全不一樣 它是有點像這樣 你看它是有點 該怎麼講 有點半透不透那種布料 但是它不是綿喔 它是有點像很薄很薄的那種針織的感覺 而且它的版型是合身的 就是會完全是貼合你的身體 因為我的條紋T恤大部分都是 會有點微微寬鬆的感覺 那有時候你想要搭就是 可能下面搭寬褲什麼 你上面會想要找一件 比較合身的條紋上衣 我就找到這一件 它的袖子也不會太長 它是完全合身的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它稍微會有點 你看 它稍微會有點透 所以你穿的內衣顏色 如果稍微明顯一點的話 它可能就會稍微透出來 那你可能就是 我會建議你要搭個背心在裡面 或者是你穿的內衣顏色就是 盡量挑黑白或者是裸色 這樣子感覺內衣的顏色就不會太影響 然後這一件它的質料 我覺得它穿起來版型好看 但是它的質料沒有到 沒有我身上這件那麼舒服 所以就是看你們自己啦 它就是像這種布料 它沒有到摸起來非常非常的滑 但是它穿起來就是 好搭配的一件條紋上衣 那再來呢 再來是這一套 它是一件白色綿碼的西裝套裝 上面是這種白色綿碼的西裝外套 那底下就是這種 一樣布料也是白色綿碼的短褲 那我先分享外套的部分 先給你們看它的布料 看得到吧 它是有點細細的細條紋在上面 然後它雖然說是綿碼 可是它並不會感覺 就是粗粗的皮膚可能會不舒服 它的綿碼是還蠻柔軟的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穿過我自己覺得 不會太過的粗糙 這件的質感我還蠻喜歡的 那我覺得把白色綿碼 跟西裝外套的版型套用在一起 你就不會覺得 在夏天穿西裝外套 是一件很笨重 而且很熱的事情 它穿起來就是還蠻有那種 夏天輕鬆自在的感覺 而且因為它的布料夠軟 所以它穿起來垂垂度 我覺得還蠻美的 它的扣子也是做這種 單扣的設計 所以我覺得它比較 比較自在 比較休閒自在一點 不像一般西裝襯衫會過於正式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件外套就是 你就算自己搭配你自己的 可能牛仔褲啊 還是小花等褲之類 我覺得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那底下的褲子 褲子的褲頭是這種深縮的 所以我覺得比較不挑身形穿 那它整體的版型 也是偏微微寬鬆的版型 就不會整個貼合你的屁股 所以穿起來不會太過的悶熱 那我覺得它很貼心的地方是 它還有做口袋 就是口袋 那屁股的部分 屁股的部分有做這個 兩個假口袋的 即便它的布料是那種很休閒的綿碼 那也因為這些細節 會讓這件短褲感覺 不是太過的休閒 或是有點像居家褲的感覺 我覺得它穿起來還是有一點點正式的感覺 所以這套套裝 不管是外套還是褲子 我都還蠻喜歡 就是你可以隨意的搭配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但是也不一定要把這個搭配在一起 那如果說你想要出席比較正式的場合 就是可以直接把它們搭成一套 然後裡面簡單搭個 比如說灰色的雪紡上衣 或者是像我剛剛分享那個 黑白條紋的T恤在裡面 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如果說你想要讓造型再更明顯一點 你就是可以上面再搭配一點 比如說相同色系的淺色的草帽 然後再搭配一雙有高度的 比如說蟹型鞋還是白色的跟鞋 整體而言那個氣場就非常非常的強烈 但是又不會感覺在夏天又太厚重的感覺 因為白色的感覺就非常非常的輕鬆 所以我還蠻喜歡這一套耶 好那衣服的部分就分享到這邊 最後就是配件類的東西 首先這個 它是一個微笑的帆布袋 那它打開之後呢是像這樣子 方方的感覺 那它這邊其實是可以這樣 你可以搭一個結束起來 它就變成一個束口袋的感覺 那它的質料是這種 綿麻的材質 比較厚綿麻 所以稍微有點粗粗的感覺 那它的布料我覺得稍微有一點點 薄它沒有到非常非常厚 可是我覺得就是如果你夏天可能去海邊啊 還是去哪裡玩 就隨身攜帶一個這種小袋子 裡面放一些墨鏡還是防曬 我覺得都還蠻可愛的 對吧 好那這就是第一個配件 那再來的話呢是這個 黑色的毛球包 今年有好多這是毛球的東西 那我就是買了這個 黑白配色感覺比較好搭配的東西 給你們進去看 它是這個黑色的毛球 還有立體的毛球 那底的部分是米白色的編織 它這個材質有點像草編的那種感覺 但是質感 我覺得還可以不會太差 那它的大小我覺得也蠻實用 就是你放你的手機啊 還是一些皮夾跟可能隨身的小相機之類 都放的進去 這一點我非常非常喜歡 就是它裡面內襯的地方 它其實是有做內襯的 它內襯的開口 還有做這個束口的設計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這種開口的包包 就是它可能沒有扣子之類 你的東西很容易被看到 或是東西很容易被偷走 就是東西放進去之後 你看我裡面有放我的皮夾 它空間其實還蠻大 就是放一些可能皮夾啊 手機啊 還是可能隨身的一些小相機之類 我覺得裝進去都還蠻OK 那你裝進去之後 再把這個束口 束起來 然後放進去 這樣就不怕東西直接掉出來 或是東西人容易被看見 這就是第二個配件 黑色的毛球包 那我覺得如果你在夏天 就是你背膩的那種 平常在背的那種皮革包 或是鏈條包 你就會有點想要變換你造型的話 你就是可以選擇像這種 白色的有造型的帆布袋啊 或者像今年有很多這種毛球包 就是除了黑色 其實今年有很多那種彩色毛球的東西 我覺得都可以來增添一點 不一樣的夏日穿搭感 那這兩個就是包包類的配件 最後一樣就是這個 沒錯就是手機殼 這個手機殼其實我沒有特別介紹過它 但是我有分享在我的Instagram 然後我的六月最愛也有出現它一下子 就是有人問我說它是哪裡買的 然後也有人發現說這個大理石手機殼 跟我之前分享過的大理石手機殼 長得不太一樣 你們眼睛真的很尖 這個大理石手機殼 我覺得它的花紋是 它這個列紋的部分 它是屬於比較深灰色 然後底的部分是 它也不是純白 它是有點掺雜一點點淺灰在裡面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的質感還蠻好的 就還蠻難看 它的觸感也是屬於比較霧面花花的材質 它不是那種亮亮的材質 因為我覺得亮亮的材質很容易 因為你可能放在包包裡面 不小心被一些比較尖銳的鑰匙刮刀 它的那個光澤感就會被破壞得很明顯 這個質感是屬於比較霧面花花的材質 然後顏色是包在裡面的 所以白色的部分不會那麼的容易髒 我還蠻喜歡這種材質的 因為拿起來手感還蠻好的 而且看起來質感也蠻好的 好那它的連結我也會一起放在影片底下說明 好那最近這兩個月的淘寶購物穿完後 就分享到這邊囉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也別忘了幫我的影片按個讚再訂閱我的頻道 掰掰